你敢相信吗,我为了这档一块钱的车票,来回坐了近70个小时的火车 只为体验即将消失的存绿皮车6063次 三秒钟做了决定5分钟规划路线 因为时间太过于仓促,我买不到全程卧铺 于是我选择了总转一宿硬座,一宿卧铺 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时间,我来到了宝基 终于赶上了这趟最低票价只有一块钱的慢火车6063次 如果说飞驰在神州大地上的父亲号高铁代表的是中国速度的话 那么眼前这个站站停的绿皮火车则代表的是中国温度 这类火车的行驶线路堪称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 因为它即将翻越的是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 虽然只有短短的九节车厢,但是得需要两个火车头共同牵引才能行驶 今天咱们就在宝基站出发,带你一起翻越祖国南北分界线秦岭山脉 我们先到车头看一下火车是如何加挂补击的 也就是两个火车头如何连在一块的 红色的车头为韶山七地 这个蓝色的车头的型号也就是加挂的补击为和谐电3C 随着车站助理值班员手动拦骑的不断挥动 咱们的列车也即将驶离宝基站 带咱们的列车离开人家湾站以后就要翻越秦岭山脉了 当6663斯曼火车开出了宝基以后 沿途的风景让我感到特别的惊讶 搬着火车不断的铭记省,沿途的风景是如石如画 它的车租很慢,有的时候才20公里每小时 而且有大部分车站是在列车时刻表上根本查不到的 这些查不到的小站也只能是上车补票 车上补票不但没有任何手续费 最低票价也只需一元 这个价格甚至比很多城市的公交车都便宜 它从宝基的广源跨越了三省地界 足足行驶了350公里,全程票价也才21块5 当来到5号车厢也会感到颇为惊讶 这里有很多初中的学习课本 车上的餐桌也变成了客桌 与其说它是一节车厢不如说它是一间移动的教室 这节车厢是供秦岭沿线村镇学生通勤用的 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 雨中的秦岭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秦岭山脉的茫茫大山之中 跌宕起伏的秦岭山脉特别壮观 列车现在到达的是阳家湾站 从阳家湾开始一直到青石雅站 咱们的列车将通过著名的观音山展线 而观音山展线也被称为中国铁路坡路之最 从阳家湾车站到秦岭的大隧道直线距离只有6公里 但是这段距离却升高了680米 为了能让火车顺利通行 铁路线只能迂回盘绕 这段线路像三个马蹄形和一个巴子形 货车采用的是前拉后推由三个车头共同完成牵引 也就是说前面一个火车头拉着走 后面有两个火车头推着走 而咱们的客运列车将是有两个火车头拉着走 在大山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火车是在转圈一样 连续进出几个隧道以后 咱们的列车来到了观音山车站 当看到这座车站风景的时候 视野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 我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但是看到这个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美 这车站一下车就让人感觉心旷神怡 我们的列车现在已经离开了观音山车站 列车依然在秦岭的大山之中 迂回盘旋着行驶 这个直线6公里的距离通过观音山展现三层的叠加 不断的迂回盘旋直接把这段距离拉伸到了27公里 转眼间我们的列车已经抵达了秦岭车站 在秦岭站发车之后 作为补给的和谐电3C机车将会解挂 刚在秦岭站发车没有几分钟又停个黄牛铺 依旧是没看着几个人上下车 石鹿开行这种车得赔得血本乌龟 这一节车厢都没有几个人开行它有什么意义 现在谁出门还坐这车了都坐高铁 你出门全是高铁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坐得了高铁 这个车的开行主要是服务于秦岭山区老乡的 不是指着这趟车挣钱的 要不然它怎么能叫工艺慢火车呢 像刚刚停那个油纺沟 我好像一个人都没上 我相信这趟车在凤州站上车的场景 一定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其实咱们坐在这趟车虽然站站停 但是它跨越了三个省份 分别是陕西、甘肃、四川、三省地界 多处车站在列车时刻表上都差不多 就比如说停这个七里平 甘板列车时刻表上就没有 而当地的村民就是上车补票 而车上补票也不会加收任何手续费 这个车从宝级出发都走了快一上午了 刚停第一个大站奉献 有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叫夜走灵关侠 这个灵关侠就在奉献 这档车除了是工艺慢火车之外 它的风景也特别美 宝城铁路上的列车是一路沿着嘉陵江而行的 而现在我们的列车已经驶入到甘肃省境内 这里是隆南市两当县西坡镇 一会儿再停车就是两当县了 这座建在大山之中的车站就是两当站 群山环抱整个一个车站的环境特别棒 列车也继续沿着嘉陵江而行 这突然停的江边还给我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个车站 像这种特别小的车站站都比较短 车站的名字也比较好听 叫聂家丸 一路伴着美景我们来到了甘肃省 隆南市的另一个县城 徽县 这辆车除了七点宝吉和中点广源之外 沿现在没有地级式停靠 所以说每当停靠一个线的时候都属于大站了 半路偶遇广源到宝吉的6064次慢货车 因为宝城县宝吉之阳瓶管段是属于单线电气化铁路 所以两车闲会时必须得有一个车停下来待毙 现在6063和6064都停在这个余观站了 离开了甘肃回建以后列车会再次回到陕西境内 而沿线级别的村镇小站特别多 我就不一一介绍那么详细了 现在这15点30分列车来到了汉中市略阳县 列车也即将在略阳站停靠 这站上下车的人算是最多的了 这条宝城铁路需要穿越304条隧道 以及1001座桥梁 此时列车停在一个王家驼的小站 带币类趟由成都开往到哈尔滨西方向去的快546次列车 当列车开到一个叫勒素河的地方的时候下起了小雨 雨中秦岭的风景更美了 尤其是到了这个高潭子的小站 这个车站十分有特色 又紧紧的依靠着嘉陵江边而建 宝城县作为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它也辉煌过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高速铁路的到来 这条线路也落寞了 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它都会保留一些客运列车 因为它需要保证沿线居民的出行 这就是中国速度的另一面 中国温度 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闪穿人民的热情 这个广员的兄弟听说我大老远来拍火车 怕我饿着特意给我拿齿的不要都不行 还有特别感谢宇宙西安的火车迷带我一路讲解和拍摄视频 不仅如此西安车迷还在杨平馆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真的让人特别感动 我也在秦岭福利杨平馆镇住了一夜 呼吸着新鲜空气 感受着山间的美景